西游记 民法点篇 第一回 高老庄八戒曲戏 隐重集 人扁猪头 娘子 我这箱有礼了 娘子 我给你做衣了 娘子 你这淡红的长裙 腾松的头发 脸可真美 娘子 咱们休息吧 那咱们把这浇杯酒喝了吧 好 好 娘子 我喝完了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娘子 我一喝酒就会这样 结婚前你也没告诉我你有这毛病吗 娘子 你别怕 老庄平时不喝酒 是不会这样的 你离我远一点 民法点 如果在结婚登记前 隐瞒自己患有重大疾病 对方可以请求撤销婚姻 妈妈 我不要做他的娘子 第二回 AI狗王真假难辨 民法点 献其真身 师傅 有人模仿我的脸 你还模仿我的面呢 这这这 你们谁是悟空啊 我 我说我才是真的 你是假的 你是假的 他是假的 你是假的 你是假的 师傅 当初我被摇在五指身下 是你救我出来的呀 对对 好徒儿 师傅 咱们在高老庄收服八剑 又在流沙河遇到三尸地 对对对对 你是悟空 师傅 他是假的 你才是假的 我是真的 哎 民法点 恶搞换脸 伪造他人的声音 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 是侵犯肖像权 声音权 好啊 你敢冒充啊 老孙 看我不收拾你 哎呀 悟空 误伤他性命 第三回 离家数年改遗嘱 龙子显示继承权 我去取经如此辛苦 险些丧命 父亲的遗嘱上竟然没有我 不行 我得给自己加上一些 你就是这么坑爹的吗 父亲 我错了 你一走就是十几年 也不知在外面浪荡些什么 父亲不管我 现在竟如此胆大妄为 父亲 我是护送唐僧 今天取经去了 孩儿知错 今后一定好好孝敬您 这么说来确实情有可原 但篡改遗嘱已是违法 没有继承权了 为父也没有办法 父亲 要不您看看民法典 篡改遗嘱 却有悔改表现 也得到了宽恕 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 罢了 你取经做的也是有意义的事 为父就不怪你了 遗产自然也会分你一些 谢谢父亲 哎 你想的是有备而来呀 第四回 交集出轨赠财产 笼子飙泪 要赔偿 你 你又这样 这都递几次了 那又怎样 我的夜明珠和黄金甲 你是不是都给他了 送了 那又如何 人间不值得呀 离婚 离就离 谁怕谁呀 你要给我精神损害赔偿 你还是如此天真 我一没重婚 二没报答你 出轨又不是同居 凭什么给你精神损害赔偿啊 你 民法典 什么 民法典说 有其他重大过错的情形 也可以要求补偿 原来改成了这样 爱情让你流泪 知识让你回血 第五回 孙行者龙公巨仇 见不意挺身而出 老龙啊 听说你最近心情不太好 和老孙聊聊天 你都听说了 哎 我们家这三太子不让人省心啊 都在我手下当圈这么久了 摸几下怎么了 大人 你怎么又这样 在屋里 我要把你和龙公都告到法院去 你干什么 你好大的胆子 我罚你三个月俸禄 我说老龙啊 罚发钱就了事了 大圣 安抚一下就可以了 不能让他告我 你作为领导不仅敷衍了事 而且没有任何禁止性骚扰的措施 要我说你 还是好好读读民发典 你看 单位应该采取调查处事措施 制止性骚扰 你说他不能告你 幸亏老弟提点 我马上改 第六回 悟空深夜遇旧前 选赠序道 扰安宁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楼 悟空 为师说过 金箍棒要守好 遵命师父 在右边画一道菜 我走 悟空 鞋子脱下后 要摆好 好的师父 悟空 师父 扑儿只是想睡个觉 为师知道 为师并没有想复制睡觉 以记忆到谁就想睡觉 为师自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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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民法典 里边说了 隐私还包括私人生活安宁 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隐私权 这 悟空 您也好生歇息吧 为师也去睡觉了 哎呦 第七回 师徒路上遭偷窃 杀走妙招 降妖怪 你谁啊 为何偷吃我们 我们粮食啊 不好 被发现了 他要跑 大师兄 怎么办 大师兄不在 二师兄 快抓住他 二师兄也不在 法外狂徒 哪里逃 我张三才不怕你 就这 包袱还给我 你偷吃了我们的东西 这个包袱不能还给你 你没有权利拿我的东西 民法典 权益受到侵害 情况紧迫 又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的保护 我们可以采取扣留财务等合理措施 武警 快快报警 我才也不敢了 第八回 试图重回高老庄 天降暗计 八戒怒 这么久不见 媳妇都住进高楼了 哎呦 是哪个不长眼呢 敢害你猪爷爷 哎呦 幸亏我老猪皮后 八戒 为时看到 这杂拟之物 似乎是从那楼上掉下来的 是谁的红色高跟鞋 不是我呀 我见死了腰晃的轰流背 不是我 我正在试淡红的长裙 不是我 张有什么 师傅 老猪不去去间了 要这前楼 给个说法 八戒 休要冲动 先看看民法典 咋说 发生了高空抛物的损害 有关机关要及时依法调查 查清责任人 这不 民法典说的对呀 老猪我这就去报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